未经许有绝育 说回绝育的问题 其实一般狗只作为女性的动物 我们绝对建议绝育 因为女性老了很多问题 香港最常见的子宫触龙问题 即是子宫感染问题非常常见 还有绝育 如果在第一次来经期之前 我们说九只 来经期之前绝育 可以预防到99% 差不多100%的乳腺瘤 如果他来了两次经期之后才绝育 就预防不了乳腺瘤 但我们也会建议绝育 至少预防到子宫触龙 我刚才所说的 卵巢癌或者子宫癌 都可以预防到 猫籽也可预防到子宫触龙 所以女性动物 我们非常建议 做绝育手术 至于男性来说 男性都可以预防到 某些前热腺的问题 以及高丸癌 如果这些猫籽 尤其是他比较 比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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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攻击性强 如果他出街 都可以预防了 这些 恶的行为 其实我们都会建议 有这些情况的话 都需要绝育 根本小可 邀请 二人 二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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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